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給大家一個很短的影片更新 我想兩三個星期前有提及過一條 在South Surrey獨立預訂的影片 這個項目叫Edgewood 和附近Edge Stone都賣光了 最後一個賣出176萬 現在同一個發展商 其實在South Surrey 另一個很近的地方 168甲18 Avenue 還有一個新的地產 剛剛開始賣的 就是我身後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有些已經建好了 有些還未建好 整個地產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藍色圍欄圍著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它總共有20間獨立屋 它的面積大概是3600至4200左右 價格位暫時放出來的兩間 都是170萬包稅 之後價錢可能會有所更改 我們可以先看一看 首先它其實在這個位置 最側邊20號、8號和7號 不是真的corner lock 雖然它看上去是 因為它旁邊還有屋 藍色圍欄 右邊都建的 不過不是同一個發展商 後面大家看到白色的都建好了 然後我這裏前面 這些是比較闊的 這陣子的16至20 這些大家看到 是可以打直撻兩部車的 因為後面有些輪圍窄一點 可能是比較難打直撻的 要看看能不能連到它前面 我們還未建好暫時不知道 我帶大家在座位置看一看 我們這條橫的街 就是18 Avenue 這條橫的方向 我現在向著是北邊 我身後是南邊 南北朝向 大部份的渡辣屋都是南北方向 由20號一直到前面 數到16號的20號 19、18、17號 我們現在可以看 要做最成型的那間 其實是這一間 我相信這一間 可能之後會變成show home 不過現在還未準備好 這一間其實已經是16號屋 但是這一間應該是16號屋 去到16號屋為止 都是南北朝向 它的隔離就會是打橫了 Pacific Visitors 就是這個project的名字 這個或者這個屋苑的名字 20間single family home 這裡開始向上斜 就會是打橫 東西方向的 三個Lot 1、2、3、15、14、13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邊 是有一點點升降 由我這邊向上斜 這幾個Lot 它們就會是這樣 正門在這裏入 後面是後院 所以 driveway 就在旁邊 這間屋16號Lot 屋就在到這個位 後面有一個cover patio 它後面還有一個藍色的欄杆 我相信它的花園就應該去到那個位 然後再後面就是16號對面 12號Lot的後院 12號屋就在這個後面 正門向著那邊 這個西中是橫跨了兩條路 剛才我們是18 Avenue 然後轉上來剛剛走到167 Street 我們現在就在167 然後再轉過來這條 就是18A Avenue 這裡後面也是由1號屋開始 1號一直到那邊就是7號屋 大家可以看到周邊環境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比較住宅的地方 全部都是一些差不多的Lot Size 可能3000-4000尺左右 相對來說不是太闊 是窄一點點 但門口也會有Drive Way 再加上一個泊車位 我們已經差不多走到這些位 應該是9號屋 8號屋 這邊 去到藍色圍欄最盡這裡 我看它現在建造的流程 或者現在看到的東西 應該就是前面這一堆 是快些交樓的 即是下面南邊這一堆 我身後1至7號屋 那個建造的過程 應該可能慢些 會遲些交樓的 好像17號屋 它就是今年年尾 11月就會交樓 20號屋 就會是夏年年初1月左右交樓 可能一個一個順然 藍色這邊就是Fox Bridge 這邊已經是其他發展商 或者其他喜好的屋 我們現在來到售樓中心這個位置 我今天不會帶大家去看 因為我們看到這20間獨立屋 它其實沒有做任何一個 跟Floor Plan一樣的 它在Fox Bridge 是用它在South Surrey 另外兩個project 其中Edge Wood 是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另外還有一個project Edge Stone 都已經賣光了 它在用Edge Stone 其中一個Plan的Show Home 有些不同的 所以就跟大家看會很困難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正正正屬於Pacific Visitor的內容 Pacific Visitor的話 是兩隻Plan 一隻叫Mila 一隻叫Handerson 就是20個Unit裡面都會有的 它們的外觀就會是這幾隻 在每一個Site的Number裡面 其實已經設定好它的外觀 Mila有兩隻A和B Handerson有三隻A和C 如果大家看之前 Edge Wood的影片 就會知道 外面這些顏色 如果你在一個比較早的階段 去買 是可以去選不同的顏色 包括下面的天然石 這些Hardy Board 很多都可以選擇 這些是大家簽合著的時候 在Sell Center 可能只坐兩三個小時 慢慢選擇 我們先看看兩個Plan 其實Mila和Handerson 都挺相似 Mila小小小 3169呎室內 Lost Size 即每一塊地有些不同 但積是差不多的 都是三層 主層 主層 主層大概1037呎 左右 Side by side的Garage 進去就會有類似书房 然後是Powder Room 然後是樓梯 然後是Living Room Dining Room 和廚房 還有一個Patio 這個就是主層 樓上就是三間房 三間房都是套房 主人房是特別大的 16呎成15呎 然後是兩邊的Walk-in Closet 進去是雙面盤 5 piece的洗手間 另外兩個房 就是3 piece的洗手間 還有一個長條型的Laundry Side by side的洗衣機 乾衣機 還有一個毛巾房 然後Basement 相對來說就會小一點 1000呎 你可以選擇Secondry Street 或者Finish Basement 現在賣得到的17和20號 都是Secondry Suite 那就是怎樣呢 你可以留一間房 樓梯下來轉了Furnace 還有Halt Water Tank 是這間機房 然後還有一間房間 加衣櫃在這裡 可以保留給自己用 那這邊有道門可以lock了 這個就是一個一房的出租單位 門口就是Side 或者這裡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分別在哪裡 廚房屋 洗衣機 洗手間 Walk-in Closet 跟睡房 下面就是這樣 將來它再推出出來的Log 有些可能就未必跟你做Second Suite 或者要加錢upgrade 那些就是Finish Basement 都是一間房 那Suite的Area 就變成好像Games Room 就會有些不同 這個是Mila的Plan 我們可以很快看看Handerson的Plan 它大一點 3203呎 其實那個Difference 下面都是很相似的 是樓上多了一間房 樓上的主人房 比那裡小一點 另外這裡一間房 兩間房 三間房 這三間房都沒有套房 三間房都是share這個洗手間 樓下就很相似了 都是有房間有衣櫃 和一個一房的出租單位 所以大家可能就想一下 你是想要三個套房 還是要四個房 但是只有一個套房 South Surrey 那個大一點的地圖 我們現在的show home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Edge Stone 實際的site 我們剛才去的那裡 就是18 Avenue 168 Pacific Vista 就是這裡 我們去99 Highway 或者去中間這一堆 Granville Corners 那裡有很多商場 其實就是這裡 駕車過去是少於10分鐘 然後152那邊 夾角又有很多其他的amenity 所以相對來說會很方便 這裡附近會有一個community center 可以去游泳、打球 前台這些教位會相對比後排優惠一些 那個difference 我想可能最少都幾萬 甚至有機會超過10萬 原因呢 首先第一 前台後院是向北的 前院是向南的 另外這是一個斜坡 所以前台的bassement 全部都會沉下去 現在大家看到我的foundation 其實都可以看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 現在這些灰色的水泥牆 其實就是下面bassement的框架 將來這些空了的位置 全部都會填土 那些泥土會填到這些黑色紙的邊位 它的高度會是平了我現在走的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這些框中間的一些洞 都會是窗 裡面就會是bassement 例如legal suite的位置 下面一排就是這樣 向上了之後 那棟屋就會反過來 後院是向南的 向上斜的正門是向北的 它的後院就會比較平 會是體現出來的形式 會好像是walk out basement 即是說bassement 你走出去的感覺 不是全部都是window well 會有一些大一點的窗 就沒有沉得那麼深 所以後排的定價 一來是因為時間關係 它賣得厚一點 二來是因為它的設計不同 所以價位相對來說會高一點 至於高多少就真的猜不到 我剛才也猜了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我剛才展示的設計 它有些打了卡套差的 其實就不代表它真的賣了 只是因為有很多朋友 由之前Edgewood Edge Stone 都開始等待獨立屋 他知道這個project之後 就會叫做 放低了5000元 在發展商那裡 就reserve了一些特定的unit 等到發展商去release 這個unit的時候 就再去決定買不買 所以現在剩下來 可以reserve的也不多 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可以盡快聯絡 去做一個reservation 你們 好